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什么事 和机察处那边弄了点小误会 不过当场已经解决了 因为仓库里有点乱 艾瑞克要来参观 我顺便收拾一下 所以现在才回家 辛苦你了 来 坐下来 歇会儿 好 温谦啊 这几年我待在南阳 国内这么多企业 全靠你跟带兵打仗的人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一点实在让我很欣慰啊 伯父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只是按照您的指示 去完成任务而已 看看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你从南阳回来已经有六年了吧 这下凤锦也从法国回来了 他如果知道你以前 在部队带兵打仗 是那么勇敢顽强 现在从事商业也是这么有天分 一定会跟我一样 感到开心的 我刚才出了一身汗 得上去换身干净衣服 一会儿陪埃瑞克去看货 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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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别想溜 我简单跟你交代一下 十五年前我跟你爹的约定 你和凤锦长大结为夫妻 等他一回来 就跟你们办喜事 伯父 我可识 别可识了 去吧 好 炉弗 好 我们俩也六年没见了 你还好吗 真不知道这座婚约 我该如何面对 真不知道这座婚约 康哥 康哥 跟回 Commons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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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艾 饭是茶厂的茶叶 不管是数量还是品质 都会让你动心 你跟我合作大可高枕无忧 那当然 你们饭家的商业信誉远波四海 而且咱们又是朋友 不过选择与谁合作 还有通过公开招标决定 这点我希望你能理解 这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最起码的商业规则 对不对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经理 经理 有电话找你 好 艾瑞克 你慢慢看啊 我去接个电话 好 没问题 你先去吧 走吧 把彩带再挂高些 好 小叔 左边也往上挪 你说这匾我哪挂呀 老爷说让挂的 这没合适的地方啊 老爷 您去省城这几天啊 按照您的吩咐 已做好了婚礼的一切准备 请简都送出去了 就是这个吉祥匾挂在门口也不合适 您看挂哪儿好啊 外头没地方挂 就到客厅里找一个地方挂 它可是翻家一保啊 我在马来西亚有一次碰到了强盗 若不是此匾为我挡枪 我这他老命早就没了 是是是 抬进去吧 好嘞 谁说 好 请管家 您把大小姐许配给何经理 不就是为保当年的救命之恩吗 对了 文青到码头去接凤姐没有啊 去了 估计这会儿接到人了 老爷 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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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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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快来 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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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行 行 走 好 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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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凤瑾 何文青 你怎么来了 一路颠簸辛苦了 我送你回家吧 由我陪凤瑾回国 这一路都是顺风顺水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凤瑾现在可是我的女朋友 文青 我爸电报里说 他身体不舒服 他没事吧 先上车吧 我路上跟你说 凤瑾 我看还是由我来送你好了 走吧 凤瑾 放车上 好 大小姐 你可回来了 老爷想死你了 这是翠儿 你走钱才这么高 小姐好 她叫郑红 小姐好 快去把小姐的行李拿下车 钱叔 家里搞成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该不会是我爸要续闲了吧 你想哪儿去了 成亲的人是你 是我 对啊 凤瑾 凤瑾 这么快就把我们的事跟家里说了 你这是要给我个惊喜啊 你做梦去吧 一个花花公子也想娶我家大小姐 你给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姑爷不是到码头去接你 成亲的事没当面跟你说 什么 我爸让我嫁给何文青 对啊 我爸人呢 他在厅里 简直不可理喻 范姐的事你就不要参与了 让开 打着重病的幌子骗我回来成亲 爸 这是谁策划的 你就不想对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这是我一手安排的 看看 喜不喜欢 爹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这哪是惊喜 简直是惊吓好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 连我的意见都不征求一下 就把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的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这事不是在你留学之前 就答应过我的吗 怎么想反悔了 反正 反正根本就不算数的 而且我已经写信 跟何文青说清了 你真想反悔啊 我就是不要嫁给他 不许胡闹 我们范家做事一向是最讲信用的 承诺过的事情怎么能不作数呢 翠儿 扶小姐回房休息吧 是 老爷 小姐 范伯父 说 恕小之之言 岂不说他们俩有没有订过娃娃亲 就算是有 也不能强迫凤锦 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 儿女婚姻受命于父母 凤锦的母亲气势得早 当然由我来做决定 总之这件事情 你也不用多说了 那好 我就跟您说句实话 我 我对凤锦那是真心实意 她非我不嫁 我非她不娶 您就看在我们俩情投意合的份上 成全我们吧 有这回事吗 爸 反正您不能干预我的生活 更不能左右我的婚姻大事 您要是强迫我嫁给木头 我这就回法国去 文青哪一点不好 这么优秀的青年 你竟然叫什么叫木头 难堪的场面还是出现了 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问题不在于凤锦是否排斥我 而是自己当年已做出了选择 现在又怎能强求她 一切皆顺其自然吧 伯父 凤锦刚回到家 我看还是从长计议 不必操之过急 我压根不需要你在这儿假惺惺 我是不会嫁给你这个复兴汉的 范伯父您看 你不必再说 凤锦衣旅途劳顿 需要休息了 咱们过几天就要成亲了 你如果有空的话 欢迎请来道贺 老钱 送客 好 请吧 不复 不复 翠儿 还不送小姐回房休息 是呀 老爷 爸 你怎么可以 小姐 不复 不复 你不能这样 小姐 小姐 走吧 小姐 小姐 家事 帮我 走吧 小姐 爸 好了 小姐真漂亮 小姐 磨点粉 我这就叫明修战道 暗舵陈仓 不然的话 就真的要当何文清的新娘了 密码本绝不能落入敌手 可我现在该如何脱身呢 文清哥 这大喜之日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都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当然得把各分面想细点 你眼馋吗 馋 凤姐 你真美 凤姐 你真美 满意了吧 那就快拍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呢 好 来 来 两人再靠近一点 拍个照怎么别别扭扭的 叫你靠近一点就那么难吗 老爸 你来得正好 要不我们一起拍照吧 你们拍结婚照 我掺和什么呀 要是老爸不拍的话 那我也不想拍 凤姐 都怪我把你宠坏了 不复 凤姐是您一手带大的 若隆感情没有谁能替代得了您 不如就一块拍吧 真是哪都没办法 好 坐 好 来 一起往这里看 一 二 三 好 非常完美 不错 你们俩待会儿就去新立洋装店 把婚礼要穿的礼服好好试一试 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的都还来得及 怎么了 还有什么顾虑啊 呃 没有了 我一切都听爸的 我也是 那你们去吧 嗯 怎么了 我去嘛 啊 哦 啊 啊 好 哦 哪個账онь 你 你 我跟你说 你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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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玩真的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小秘密呢 我们两个说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可别忘了啊 婚后咱俩就是一家人了啊 从此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所以我当然有权利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了 我最不愿跟毫无信用的人打交道 你看有人心虚了 说中了吧 哎呀小姐 你就少说两句 免得和少爷开车分信 真好看 木头 你说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漂亮 你穿什么都好看 那你怎么不去试你的 是这套吗 对对对 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谢谢 您更衣 得去楼上 来 快走 小姐 我怕怕什么 出了事由我顶着 待会和文青出来 就把他往我走的反方向引 咱们在港加会合 好 快 拿着 这个 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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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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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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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刚才跟着何文青一起来的那个女的 从后门跑了 我让你盯的是何文青 你没事盯个女的干嘛 我也没想盯那女的呀 我是看她神色慌张 还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莫非是 鬼鬼祟祟 是 她想干什么呀 你们几个给我看住了何文青 盯紧喽 上下的人跟我上车去追 不能让那女人跑了 你听明白了吧 明白 走 怎么样 我试过了 很合身 帮我装起来吧 好好好 姑爷 姑爷不好了 小姐不见了 不见了 她刚才不是在试衣服吗 小姐刚才说要去方便一下 可我等了很久也不见她回来 我去为瞬间一看 这才发现人不见了 我去为瞬间一看 这才发现人不见了 我说美人啊 你这么着急要干什么去啊 我开车送你啊 我爱找谁就找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大爷就把话给你挑明了 你今天敢不把船长乖乖叫出来 我就把你关到牢房里去 然后毁容 你们想干什么 这可是凡家大小姐 我看你们谁敢放肆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敢开枪 大小姐是吧 大小姐就能随便打人嘴巴 把她俩给我带走 是 你们 走 干什么 快看 走 好 小姐 是 仔细 剩下 这 也挺有了 她 很像 的 是 凤锦的任性客观上吸引了那些丁烧者 使我有机会来完成船长交代的任务 可刚才我又发现谭东宝化妆跟踪 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施主 告诉我 刚才那个高个子男人 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你是 鸡茶处的 阿弥陀佛 方才那位施主 他是个大好人 为小庙捐赠了一千块打烊 求菩萨保卫他全家平安 早生贵子 好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吧 放开我 凤姐 小姐 凤 凤 伯父 这是太任性了 越来越不像话 伯父 何温卿是我的学生又是我从牢里捞出来的三年不见了他还能为我所用呢老师我给何温卿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就到 好 我希望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 对了 我让你查的那个何温卿近几日的活动有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我按照您的吩咐 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何温卿的一切行动 似乎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接触瞿仁秋 文青被姓瞿的开除党籍 他应该记恨对方才对 怎么会对此人伸出援手呢 董宝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知道吗 过几天何温卿就成了范家的女婿了 咱们向范荣男筹款 必须争取何温卿站在同一战线 这样吧 一会儿等他来了 咱们两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见鸡行事 是 老师 是 文青 你怎么才来啊 老师都已经等候多时了 杨部长 真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处理工厂的事情 让您久等了 不碍事 不碍事 文青 老师好想你啊 文青也是 真是没想到 你一个黄埔军销的优等生 居然在生意场上做的是风生水棋 不过你刚才的叫法有点问题啊 该叫我老师才对啊 哦 好 好 学生记住了 对了 我来之前 范老板特地交代 一定要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还给您带了些礼物 范公就是重情义 老师爷 我呢 正打算近几日 抽点时间去拜访他 来 走 走 好 走 你 回来 猫 去才能死的 太死了 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曾经跟校长多次提到 我们国家要多几个像范公这样的爱国华侨 那么实现国家的统一 则是指日可待 目前政府为了统一大业 花钱的地方太多 银根十分吃紧 所以呢 为师这次来鹿岛 少不了向范公划些远 老师啊 不瞒您说啊 范家最近投了几个新项目 又在争取与欧洲做茶叶和丝绸的生物 急于用钱的地方非常多 还时常向银行借贷过日子呢 文青 有些事老师不好跟你明说 这瞿仁兄是政府缉拿的药犯 这次啊 他潜入鹿岛惊动了最高层 这事啊 你应该知道吧 谭东宝 你这么说可就太没意思了 我早就跟姓渠的一刀两断了 再说了 他即便闯来鹿岛 那跟我有何干系 难道找我将其捉拿归案吗 现在是司马亮认定了就是你 救走了渠仁秋 而老师一直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始终在帮你顶着 你可别揣着名为装糊涂 这会被判断的意思 如果老师也是这么认为的话 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鸣说了 从被开除党籍的那一刻起 我就把崔仁秋作为政治仇敌 这么久以来 我都没有机会泄心头之恨 如果他真的敢来找我 我一定会亲自把他押送到部长面前 好 文青有这个态度 那我就放心了 老师说的是 您可以如此相信文青 怕就怕司马亮不买账 文青 这次看你的 如果能说服范家带头捐笔钱 也算是表明了政治态度 回头老师 也好帮你出面 制止司马亮对你的监控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不能混为一谈 司马亮怎么想 我管不了 但我相信 他一定知道我跟老师的关系 他对范家如此不依不饶 诚心想搞点什么事 这不是明摆着要给老师难堪吗 东宝 对文青我是信得过的 关于这个司马亮 你给我看紧点 不能任由他影响范家的生意 否则 我有何脸面去见范公啊 是 老师 是 多吃点啊 这个虾很好的 刚刚从海里打上来的 还挺新鲜 多吃点啊 真不错 听你的口音 好想不是本地人啊 你怎么会飘到海里的 这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对了 老师家 今天出几了 今天 今天十八夜出三 怎么了 是吗 没 闻迷这么久了 老师家 您的救命之恩啊 该日我一定好好报答 哎嘿嘿嘿 客气了 应该的 吃饭 多吃点啊 好好养伤 来 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时候 只顾着研究行军打仗 对如何使用电台还真不太熟悉 去给 来 见规 取任秋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个案子怎能限期破获 南昌行营就知道催命 老师不必担心 我听说司马亮为追查共党要犯的线索 连日来在陆岛大规模抓捕 取任秋迟早落亡 此番信渠的 来陆岛就是想突破封锁 巧然把仇得的款项运回赤区 我们若是以此作为突破口 相信就可以找到船长 并能缴获共党那笔经费 东宝 对这么重要的任务 你可不能让别人强得先机啊 可是老师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司马亮他已经抓到了一犯 却又隐瞒不报呢 这好吧 就以南昌行营的名义 命令司马亮 把手上一份通通移交给四十九师 由雄德魁组织人力 一个个排查 船长请注意 敌人的大搜捕使陆岛地下党 受到极大破坏 负责筹资任务的林博之师去联系 望你尽一切努力找到他 您不知 看来组织上误解了 肯定以为船长顺利登陆路道 不过这样一来也挺好 让我有机会重新为党工作了 谭副官 这是一交一犯的手续 麻烦你交给杨部长过目并签字 咱们不能坏了规章制度 免得影响你们钦差的威名 劳烦谭副官签完字后 送回警备司令部档案室存档 好 司马处长办事真是有板有眼 不同凡响啊 本职今天算是领教了 回来 هو 报告 这事怎么样了 您放心 谭东宝想跟咱们抢供 没门 我与组织失去联系后 也不知道地下堂的街头地点 就这么寻找 何时才能找到林波之呢 你真要走 我不强调 但是你必须回答我 当初为什么要报告黄埔军校 参加革命军 是为了拯救国家鱼威王 可是我们的祖国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你怎么又要中途离开了呢 我的军事科目都拿得优秀 学校凭什么不让我带兵打仗 同期的同学都去参加东征 唯独留下我带学员简直浪费时间 还不如自己出去好好干一场 打几个漂亮仗给你们瞧瞧 周主任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呀 缺是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东西 我缺什么 信仰 我只想闹革命 打军阀 那打完旧军阀以后呢 如果我们的国家仍然是满目疮痍 而你加入的那个队伍 有可能成为新军阀 怎么办 周准说你是个好苗子 加以培养就可以成为堪用之才 如果你真想实现心中的报复 今天晚餐之后 可以到教员宿舍来找我 徐教官 记得你说过 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就是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 晚清啊 老艾 你吓死我了 你真不够意思 喝酒都不叫上哥们儿 你还用我叫 听说你天天泡在这儿 看来赚大钱了啊 看你这副样子 不对劲 八成是吃了 范大小姐的闭门羹 你中文学得不错啊 都会说闭门羹了 哪个妞教你的 最近本人手头紧得很 连喝酒的钱都快没了 哪有兴致去泡妞 不过我觉得这样有点好处 鸽色人等都不必像我画圆了 对了 像你画圆的人那么多 你认识一个叫林博之的中年人吗 不认识 你为何向我打探此人 没什么 就是随便问问 来 干杯 对了 刚才你跟我说你没钱了 我答应你 如果这次泛家中标 利润的百分之十归你怎么样 一页未定 一页未定 熊市长 审查共党分子顺利吗 属下无能 尚无多大检查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不是 这真逼一犯是计查处的工作 我这一带兵打仗的也不擅长这个 我就 行了行了行了 那些人啊你不用管了 就叫给谭东宝处理吧 务必尽快把船长挖出来 东宝 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跟你打这个人 有个叫刘婷的你认识吗 刘婷 哦 我知道 他虽然在鹿岛很少抛头露面 但应该也算得上是个有实力的商人 这死无商猛的招标会 名单里有他那家公司 他却没露面 你知道原因吗 这我还真不了解 他无故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是有点奇怪啊 没事 随便问一下 没事 随便问一下 走了